如果大熊猫双目失明 人类还会一直爱它吗 这只双目失明 忍受病痛折磨的大熊猫 正在等待死神来收走它的生命 它叫小明 本来是生活在秦岭的一只野生大熊猫 因为年纪大了战斗力大不如前 一次在和年轻力壮的大熊猫 抢地盘时被对方打成重伤 倒在了山林里 不过还好秦岭的救助人员发现及时 赶忙将它带回到基地治疗 在救助检查时发现小明的左眼 天生患有白内障 而本来好的右眼 也因为打架受伤 完全失明 而且四肢也全都负伤 并且他还患上了很严重的身影 这个炎症随时都有可能病发 继而让他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那段时间小明整天消极 连食物都不怎么吃 但救助人员马院长并没有放弃 小明的牙齿受损严重 只能吃苹果胡萝卜 但长期吃苹果胡萝卜 又补充不了身体需要的营养 马院长便用碎竹叶混合粗粮 熬成软糊烂糊的食品喂给小明 在工作人员的细心照顾和治疗下 小明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但由于小明的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东西 他的世界一片漆黑 整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 为了治好小明的眼睛 马院长找到了电视台 请求他们帮忙寻找医生 西安眼科医师孟成安 看到电视上的广播 随后联系到了马院长 了解情况后 孟医师和他的团队 制定好了最终的治疗方案 因为担心术后恢复 小明用爪子伤到眼睛 原方将小明的指甲全部修剪整齐后 抬麻醉推入手术室 手术进行得相当顺利 小明也在手术结束后回到基地 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恢复 小明都能去抢 马院长在自己面前晃的苹果 在医护人员看到后 也都高兴了起来 因为这意味着 小明的视力已经在慢慢恢复 他的情绪和食欲也变得越来越好 到了春天还有了谈恋爱的消息 对隔壁的美女熊欣欣心动不已 后面在工作人员的撮合之下 两个小可爱喜结怜恋 还有了爱情的结晶小美熊琴琴 小明重建光明的经历 也让人看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救助